腾讯体育10月15日训麦基不仅是被胡人的管理层为以重任,还成为了胡人这么一支年轻球员去夺球队的导师之一。 在接受陆军看台记者的采访时,麦基不仅感谢了胡人管理层,给予自己的信任,还折衷表扬了球队目前的状态,尤其是年轻人们对待新赛季的态度。 阿特勒再度出席训练,有望代表森林郎打成规范首站麦基正在年轻球员专注,每一个人都非常努力的在准备新赛季,尤其是年轻球员。 麦基说道,通常来说,你经常会看到年轻球员,因为很多其他的事情而分心,但是说实话,目前的这帮年轻人,是我见过的最专注的一帮年轻球员。 昨天打完比赛,朗多在飞机上也说,自己走过飞机过道的时候,看到每一个人都在研究比赛录像,他已经在联盟打了13年的球了,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场景。 胡人在新赛期,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补充,不仅是勒布朗·张姆斯和贾维尔·麦基,还有兰斯·史蒂芬斯·拉杰·朗多和麦克尔·比斯利等老将家吗? 但是无论是胡人的管理层还是球迷,应该都清楚,胡人在新赛季能够走多远,远远不是由这些老将说了算的,年轻人能够在新赛季拿出怎样的表现,才是全新胡人能够走多远的关键。 球迷已经见证了勇士队在年轻球员的率领下一步步的崛起,并且走上了建立王朝的道路,也看见了凯尔特人队因为年轻球员的成长,重新回到东部一流球队的行列。 而现在,胡人队也有这样的机会,英格拉姆,波尔,库兹马,哈克等等,无疑不是潜力无限,如果他们在新赛季能够有长足的进步, 胡人不是没有可能成为西部的顶尖墙队,坦说买迹的话属实,那么无疑是值得胡人求你开心的,毕竟态度决定一切,牧羊人。